专注于带来潜力球员的第一手信息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奈史密斯篮球纪念堂 公布了NCWA本赛季五个位置奖项的获奖人名单 首先,最佳空位鲍勃库西奖 颁给了来自于维拉诺瓦大学的Colin Glasspe 这位白人空位在维拉效力的五年间 从替补一路打到球队门面 本赛只有场军15.6分 3.9篮板,3.3助攻,一抢断的表现 投篮命中率为43.1% 3.9命中率则是创大学生涯新高的41% 率领球队取得了30胜8负的战绩,杀入疯狂3月4强 今年2月16号,Colin Glasspe在对阵当时全美8号种子 普罗维登斯大学的比赛中,打出了代表之座 全场17投10中,3分球8投5中 8球8发8中,砍下了33分,4篮板两助攻 全场只有一次失误 作为一个大零级战力 Colin的选秀行情为冲击第二轮 本赛季的最佳大前锋马龙奖和最佳得分后卫韦斯特奖 分别颁给了顿悟哥Kikamori和觉醒哥John Davis 这两位在大二赛季全面爆发的球员 也于近日双双宣布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他们均有进入选秀乐透区的行情 本赛季的最佳小前锋J博士奖 颁给了来自于杜克大学的湾豆猫Jr 这位大四球员在重心云集的杜克大学 场均可以贡献13.4分5.3篮板4.4助攻1.4抢断的数据 拥有50%的投篮命中率和41.3%的三分球命中率 帮助杜克取得了32胜7负的战绩并打入全国四强 湾豆猫Jr作为本赛季杜克外线最稳定的火力点 有冲击今年选秀第一轮的实力 本赛季的最佳中锋贾巴尔奖 授予了来自于肯塔基的奥斯卡希布韦 这位场均可以砍下17.4分15.1篮板的篮板吃汗 在大学篮球界拥有绝对的统治力 他是NCAAD1级别42年以来第一位砍到场均至少15分 外加至少15篮板的球员 并且拿遍了今年的所有重量级奖项 包括AP年度最佳球员 NABC年度最佳球员 和奈史密斯年度最佳球员奖 但可惜以一个NBA级别的现代内线来考量 技术端有明显短板 选秀预测只为冲击第二轮 这也让外界猜测 希布韦今年有机会留校再打一个赛季 另外一位拿奖拿到手软的球员 是来自于澳本大学的白野兽沃克凯斯勒 这位球员于今天收获了奈史密斯 全美最佳防守球员的奖杯 这位大二球员本赛季场均可以砍下 11.4分8.1篮板4.6封盖1.1抢断 还在常规赛两次打出过三双 分别在对阵LSU和德州农业的比赛中 拿到过16分10篮板11封盖 和12分11篮板12封盖的变态数据 这位大二生拥有进入今年选秀乐图区的行情 他与今日宣布会投入今年的NBA选秀 兄弟们这就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